欢迎大家来到 蝗蟲午夜场 话说在这个假日 其实这个新闻交点都集中在哪边 告诉你这个还不是在俄罗斯乌克兰 在那个所谓的马航 到底那个马航飞到什么地方去 到我录制节目的时候 好像大家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对股市影响来讲的话 问题不在马航 对这个国际盘乃至于全球股市 其实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之前我们都知道了 一个礼拜下来大家担心 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克里米亚公投事件 因此爆发这个所谓战胜危机 那现在尤其在这个假日我看到了 在这个报章媒体上 他们列举了 说利空不准一项 还有六大利空造顶 那六大利空造顶 我们就来借题发挥一下了 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六大利空造顶 来看到第一个第一个 关于所谓克里米亚的这个危机 这个大家都晓得了 那只是不晓后续发展怎么样 现在他们等于是公投通过了 那么要脱离乌克兰 然后改投俄罗斯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说欧美国家他们并不答应 不答应的话到底要什么制裁呢 你到底要对他呢 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还是说真的会因此引起战断吗 大家正密切在观察着 除了这一项之外 还有再来挑到第二项 第二项呢 来你看到 中国比俄罗斯来得更加重要 那问题中国的状况好吗 中国的状况好吗 中国状况在哪里呢 刚好在这一两个礼拜 假日公益节目全方位理财家 每个假日中午12点半 那我还特别跟他讲述到了 关于中国他们有百慕达三角的问题 那个百慕达三角指的 不是那个航空的事情 不是那个飞机容易失事的地方 是哪来形容形容什么 形容中国现在大家搞不清楚的地方在哪里呢 来百慕达三角也就是所谓钱荒 影子银行包括地方债 这三角串联这样的因果循环 到底会怎么样 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大家现在密切观察 要是说在中国这一方面 真的给他出状况的话 那么说起来的话 来看到这个外电报导里头 说这个样子 恐怕比俄罗斯的一个情形 来得还更重要 然后更加值得重视 更加值得重视 那么这个就两庄了 六大利空造体嘛 再来往下看 第三个是什么呢 关于FED联准会 下半年可能完全从宽松货币给他推偿 这个东西说真的到现在呢 原本你觉得不会那么快的 但现在大家一一在相信了 那个所谓鸽派的最大鸽派的 叶伦他在上台之后呢 他也没说过暂缓 没有吧 来看到下面这里 叶伦可望再度缩减购债 折是什么时候 折就是这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 到时候这个礼拜四 师傅会再给你宣布呢 再给他减100亿 对不对 他们FED购债 再减100亿的话 等于一个月只能买多少 买550亿 再来每一次开位 每一次都降100亿 那这一下子呢 到今年秋季呢 大概就通通退场了 通通退场了 紧接着就等着什么 看什么时候升起的问题而已 那这个说起来的话 对股市来讲算是利多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 对不对 大家都适应了吗 有人在讲嘛 如果美国QE退场代表 代表说美国经济复苏嘛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应该算是 基本面的好消息 我知道啦 市场里头很多很多 事实要这样诠释他啦 对不对 这个算是基本面的好消息嘛 那好吧 基本面美国真的大好了吗 来接着往下看 第四个哈利公罩顶地 第四项 美国企业获利成长 大幅在减速 大幅在减速 对不对 所以看到现在整体经济产能 已经偏离 利来获利能力的高水准了 他们成长是在复苏没有错 但在复苏的情况之下 这获利水准越来越高吗 没有 跟他们以前获利的一个高水准 越来越加偏离 那导致啦 真的够水准的 所以美国股市 不是美国经济够水准 美国股市够水准啦 那个水准到底有多高 那个才是问题啦 接下来我们看到 来第五项 对不对 所谓六大力空造点第五项嘛 美股股价昂贵 依照经济学家席乐 席乐就是他 我介绍过啦 他是谁呢 就是去年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途 就这位席乐啦 来那席乐呢 他计算啦 紧急循环调整之后 本利比来看 依照他的模式来做调整的话 美股的本利比现在超过25倍啦 超过25倍了 逼近金融大海啸之前的高点 而比长期平均值大概15倍 已经高出 大概有五成了 高出五成了 如果依照他调整模式的话 是超过25倍 说真的是很高啦 说真的是很高啦 对不对 现在美国不是股价长到这个样子 本利比越降越低 没有 他让你明白这种情况 已经接近什么 当时金融大海啸当时的高点 像当时如此啦 那本利比的高度 隔壁是如此 这种情况将你说会怎么样呢 来紧接着 这个外电报导里头 六大利空照顶嘛 第六项 所以市场就自然会出现什么 出现修正嘛 涨多就有修正出现啊 那好 即使处在多头主事当中 但是我们看近年来的所谓的修正 进来的修正啦 往往只是下滑几个百分点 对不对 就由狂热的买盘再度推升 回档越来越前 新高点很快又要被改写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啊 真的是如此呢 回就回啊 修正就修正有什么大不了的 修正没两天之后呢 一点点而已啊 再拿起来马上又创新高 你看到美国股市不是如此吗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所谓的 那Stark指数 你看到那个所谓的SMP指数 都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不用害怕 是吗 来继续看啊 他在告诉你 最近进来这些现象 动不动就可以拉起来 创新高这些现象 他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出市场的疯狂气氛 他这个反映的是市场的疯狂气氛 而非呢 依据基本面的理性买盘 重点在告诉你后面这两句话 最近看到美国这个样子 每一次呢 短线打下去 拉起来冲新高 他告诉你 这个是疯狂的气氛 不是理性的买盘 对不对 所以借题八回 这六项都不是我写的啊 外电报导啊 六大立功造挺啊 不过话又收回来了 平衡报导一下 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同 不见得嘛 故来有人提出所谓 六大立功造挺 但是你看到下面这里 有这么一位人凶嘛 葛兰森他看好看美股怎么样 还没有泡沫花 还没有泡沫花 也有人继续看多的多头自私 有啦 平衡报导一下 对不对 不要说空邦 只有讲空邦的话 看看嘛 也有多头自私啊 他说美股还可以涨个三层 然后才会拿到泡沫 也有这种人 也有这种人 对不对 所以看好看外德 其实常常是并存的 并存情况之下 到底要相信哪一边呢 要相信哪一边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啦 一档个股 连巴哥今天下跌 没跌多少啦 没跌多少 那这档个股呢 说起来都其实外资 很多人是对他呢 大表看好的 甚至在之前把调高目标价到哪里去 调高到五百多块的 对不对 但最近呢 终于有这个所谓呢 空邦言论出现了 来看到上个礼拜吧 连巴哥这个花旗 把他喊卖 那他把目标价调降到哪里 调降到三百七 三百七 那有人讲啊 这个有什么呢 大摩啦 八颗来仍然畅旺啊 对不对 而且你又发现啊 调高连巴哥目标价看好他的人 比那个所谓看空的人来的还要多啊 是不是 只有花旗一看外游语啊 不止啦 刚刚在这个假设 空方又多了一位成员 来看到啊 来这家连昌 连昌呢 这个连昌证捐他啊 把这个连巴哥目标价的一样 跟着花旗后面把他喊到三百六 两个喊都差不多嘛 两个空方 一个喊三百七 一个喊三百六 三百七或者三百六 哪来的 哪来的 两个数字差不多啊 假日节目当中呢 我跟大家计算过了 不懂半对数三分线 你对指数股交没概念啊 我说那个所谓不管三百七三百六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来看到连巴哥周K线啊 那来第一点底部二一再来二三五 那么线性轨道取一样背景计算的话 最好从二三五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线性轨道嘛 那么这个线性轨道也来 二三五到四八一点五 如果这里是高点 给他做一个回答 这个全波性来一个总修正 第一大关在哪里 三六六 三六六 不是就是他们那两个家伙 三百七跟三百六两个平均以下 就是刚好这个数目字啊 三六六 三六六 是不是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连巴哥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像要死了的样子吗 不见得啦 如果站在多方的一个立场 多头自私呢 他会主张怎么样 来你看到嘛 既然要讲半对数的话 目测就晓得了 这个五八九掉到二二一 给他盘底债上来之后 他已经连过三关了 既然连过三关的话 不是股价走向回升吗 是啊 走向回升嘛 走向回升的情况下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四八一点五 他提下脚步呢 我会让你明白啦 月K线上头呢 来 半对数比例图上头 你画一个连接线看看嘛 这两个高点 六六 五九零 把他连接下来的话 不是刚好就四八一点五附近吗 刚好就在这附近不相信 你放大一点来看 然后对不对 刚好就在这附近嘛 你说 从各上面还有一条 这更加原始的 七八三连接 六五六 半对数比例图上头 这一条来得比较高一些 也就突破这一条的话 那还要呢 克服这一条 还要克服这一条 好OK 那如果这一条有办法做克服 他要给他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上面这一条 你看这个刻度 大概就五百多了 是不是 这个刻度大概就要五百多了 那这种情形之下 就没所讲的嘛 来假设联发科 已经过三关了之后 那骨架是可以走向回升 如果是回升而不创高 继续看多的话 假使回升而不创高 最大干尸角在哪里 要弹的话 一次把它弹清楚了 来看到 如果对这个联发科 有所兴趣的话 不管是多方 不管是空方 都好好看一下 给大家继续一掌的话 这位要干尸角 来看到五二二 就那个阶段而言 五二二 你看到了 五百二十二块 大家如果有办法 突破481.5 突破那个下降趋势线 那个所谓的一个倾滴 然后更上面的那个倾滴 在哪里 更上面这一条 你看到 刻度在五百块上头 对不对 五百块上头 跟最大干尸角 对不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心里头有个谱了 这个样子 有没有告诉你什么答案 没有 半对数告诉你 关卡 没有告诉你答案 答案是我们现在判别的 但什么判别呢 多方讲多的话 空方讲空的话 对不对 两个讲的 南远北侧 没关系嘛 那既然那个周K 月街都看过了 那要是说呢 来看一下所谓的日K 日K 看一下个短期 有没有什么眉目嘛 来看到短线上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联发哥在高涨这里有三天 三天 这里跳功上去 这里跳功下来 什么 导型反转 导型反转向下 没有错 导型反转啊 导型反转 国际标准办理论 告诉你什么 针对钱力小坡做总修正 钱力小坡从哪边起来的 他仿佛是从第一档 四百块以下这样起来的呢 钱力小坡都不代表说 真的要给他钓钓钓钓钓到 那个所谓花旗所讲的 三百七大概那附近去 是不是 如果依照导型反转来讲 真的给他这个样子下去的话 真的可以往下钓钓到那个地方 没有错啊 但是话说未来 谁说这样的一个局不能解呢 他一样可以解啊 怎么解他 你就跳起来之后 把这个缺口给补到 填补了之后 不要让他存在就没事了 那你如果填补上面的缺口 你又把那个所谓的导型反转向下呢 把他给破坏掉 那这种情况你就要维持强势整理啊 那维持强势整理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呢 现在很强啊 强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打下来低点四十八 你看之前高点四十七点五 偏偏碰不到 差一档他偏偏就碰到 年前刚还没碰到啊 搞不好明天就碰到 好 明天碰到没关系吧 这个阶段里头维持强势整理 你比方说计算一下 第一关在哪里 嗯哼 当场算啊 如果说对这个联发科呢 相当看好的人 那你要如何呢 继续去肯定他呢 在他拉尾情况之下 你还要肯定他的话 比方说来一个数字出来啦 四十二 四十二 这个第几关 第一关 第一关 第一关强势整理啊 P1 四十二 好 如果说啦 像现在眼前这种情况之下 四十八就最低点 来之前高点四十七点 碰不到 这个厉害哦 这个代表一起来之后 这个缺口还会填补 还会填补 填补是不是在算光纳在讲啊 如果给他再下来 下来的情况 第一关都有办法守得住的话 他一样再起来 还是有救 还是有救哦 对对 那所以多头自治 他们要讲好的话 他们还是有理由啊 是不是他们还是一样 跟有忌徒心啊 那问题呢 多头讲多的话 空头讲空的话 那一个东西嘛 如果刚刚所讲的 外电报导的那六大利空 照顶的情况之下 那请问把这些大环境的 因素通过加重起来的话 到底有利于他往上 继续冲锋陷阵 还是呢 改天会倾向于 一步一步往下做修正 哪一种呢 问题又差别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 也就说啦 大环境 大盘 跟股价来讲的话 不见得同步 会不会影响 我相信连带还是会有影响的 那既然这个样子讲 你说大盘呢 大盘情况现在还好嘛 高高在上嘛 不过这种情况怎么跟刚刚 联发科有点像 像在什么地方 放下来看 这里是不是倒行反转 跳空往上再跳空往下 一样倒行反转呢 大盘死定 是吗 刚讲啊 倒行反转针对前一小坡做总修正 那前一小坡来看到 他是在这里整理的时候跳上来的 再跳下来 前一小坡如果只是这里啦 根本就没什么 根本没什么 要不然的话 前一小坡是从这边转折起来 如果只这里 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所以对大盘来讲 这个孤岛反转来讲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重点它不是在那个地方 但它那个东西的话 还不能预测 它是不是来个大修正 那甚至会不会过两天 再继续往上继续创高呢 我还是必须告诉你 你现在所看到这个高点8787 在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了一个很巧合 时间的大巧合在哪里 看到越界线上头 这一个所谓吸 这一个吸波 这个ABC 这个C 刚好第21个月加1 那个符合的哦 第21个月不足月加1 被波兰基数列 对不对 第21加1个月的 第21加1天 时间有过巧合 时间有过巧合 如果说改天那里就最高点的话 历史上真的要留下一笔 第21加1个月的 第21加1天 刚刚好 搞不好过两天就创高了 搞不好过两天就创高 如果创高的情况之下呢 在这个价值呢 我不是图解传证让你索取的 让你明白 以整个台股来讲 这个阶段 A B 现在是整个大B波 这种情况最大干四角在哪里 计算公式都写在那上头 不需要告诉你的答案 最起码你心中一把尺 尤其是多方 如果多头是心里想的 一定要上9000超1万 你好歹先过最大干四角 对不对 上头我附上计算式 半对数计算式 让你明白那个点 好歹先过了 你再来想说 所谓上9000超1万吧 声音乐待会各苦得一个举例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房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属同勾取 不怕风雨来 不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 台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 王社长传真情 一 半对数教学DVD 二 半对数讲义 三 半对数教学日刊 完整的技术推演 现实现量 恰计得见02 27810909 27810909 着 lid dass 诱饭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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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心 教学日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股市六大利空造型 那回到第一条 第一条在哪边呢 一样克里米亚维基 关于这个俄罗斯 尤其是俄罗斯总统现任总统就这位普丁 这个在假日公益节目里头 我也好好跟大家介绍过了 在这个全方理财家里头 让他进一步认识这个普丁 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 好像大家都认识那个欧巴马 但是对他来讲 人家他干总统干了更久 干了更久 从2000年干到这个时候 对不对 大家反而对他来一知半解 好OK 没关系啦 我们先来讲个股 那如果说这一下子 那这个所谓的一个美俄发生 这个冷战甚至热战的话 那一下子呢 每人都都海撩撩啊 但有人讲了 不见得啊 如果这样打起仗来 就有所谓的战争概念股 在这个价值节目当中 我也跟他列举一二啊 是不是 这报纸有时候好心 会给你点名啦 什么东西叫战争收费股 是什么股票呢 那我列举一档嘛 那比方这一档叫做神机啦 叫做神机 那神机呢 我是不是跟你解说一个原理 让你听呢 你看到最近高点17.55 17.2 再来17.55 又来了 这种情况第一个东西 必须要想到什么东西呢 来古色孙水兵 把八五与九地搬过来 第一则叫什么 高陵物相 高陵物相 高档又检视一下 当时是不是真的 他就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套压 如果有套压存在的一个情况之下 比方说当时来到17.2 这里高点17.55 所以量要放大一点 这个量来比前高来得还要大 价位过高而量先创高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对不对 边看边学啦 来看到古色孙子兵把八五与九地 在这个讲义当中 是不是 凡有的人统统别忘记 随时拿起来复习 高陵物相只在以余为止 投资人总误以为先创高量 必然续创高价 正确的量价原理刚刚好相反 标准的健康场是 乃价先创高 谁有才能补创高量吗 假使价位过高而量先创高的话 显见服务而从此提防纳注 高陵难过 讲得就上回 讲得就上回 量给他先创 价没创高量先创高 没用啦 那我今天要是回下来 回到那么深再重新来过呢 重新来过之后再来 来到前高点了这个上个礼拜五 那你看这个量需要那么大吗 不用那么大 反而在这一次 指望来得更高了 指望来得更好了 但是为什么每次高点坐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 我让你明白了嘛 对不对 照K线里头 假日跟他解析过 你要知道这个背形给他反弹起来了 第一大关就17.3 17.3 所以你看17 17.5 17.2 17.5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这种情况之下反正都过不了啊 一样这一篇高点物降 只在以为止 往下看 所谓旅策高点中会过 旅策高点中会过 一样嘛 旅策关卡 你的机会 你要过关斩降机会就变龙了 所以呢 来看一下 今天神机 大盘今天是下跌的 人家神机他还有办法再给他拉起来 拉起来 大盘今天没下跌啦 但是神机今天从盘中呢 就先拉起来了 拉到哪里 17.7 17.7 这种情况之下正式过关斩降了吗 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啦 那同时也别误会 在这个地方没有再跟他鼓吹任何事 只是借他当一个范例呢 来做探救而已 同时对比一下 有所谓的这个战争受害股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也有战争受害股啊 如果真的打几仗来 不用打几仗来 要是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进行 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 我告诉你啊 就台股来讲 有没有受害股 台股有没有受害股 来比方这档个股 家就跟你讲了 30分钟K线里头啊 搞短线 短线这里在这里高掌做整理 怎么整理的 收敛三角哦 1 2 3 4 5到5的时候 给他这里不破线 再往上拉起来 漂亮啦 照着圆趋势再继续往上创新高哦 是吗 是吗 这个是30分钟K线 再来看到日K线 它日K线在上个礼拜 我的情况是到这里 曾经一个黑黑棒 空头版图还好啦 虽然出现了空头版图之后 但是呢 它没有继续破线下来 空头版图没有继续往下扩针 没关系 改天再起来的话 如果形成红吞式呢 一切就通通漂亮了啊 但是我同时提示你 这一档是战争受害股 是战争受害股 要是它不是12345之后给你往上 而是继续往下呢 真不好意思哦 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 给它多了一天交易之后 来看到 结果有往上吗 没有吧 T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一只顿角 一只锐角 一只顿角 它已经破紧线 小小破紧线 拜托 一个M头是不是成立了 一个M头刚好要成立了 再来的话看到所谓的日K线 它的日K线 刚不讲了吗 这块空头版图 对不对 你只要不破的情况 直接要不要版图向下扩针就没事 但是你要仔细看 这个版图现在破了吗 破了 收盘的时候更低 收更低 空头版图向下再扩针 你这样一波比一波高累积那么高档 我告诉你 这里不是起点 它起点在更低更低更低的地方 这种情况之下给它这里构成一个M头下来 股价要不要修正 股价要不要修正 是不是 这种东西是什么 战争是外国 不用打底仗 欧美国家只要对他们制裁 被俄罗斯制裁 这一下子对他们来讲 问题就来了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去车 我不只有车 我还有司机 认真负责人 久后不开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